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三角梅的施肥技巧 很多人会问啊,这个三角梅在花期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会选择用磷霜二青甲来给三角梅使用 但是怎么给这个三角梅是磷霜二青甲的浓度和比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选择的这个磷霜二青甲一定要是正品 不要是买一些假冒为例产品 我们可以去一些正规的商店买 然后选择的这个磷霜二青甲呢 最好就是白色的晶体状 这样的磷霜二青甲才是正品 第二点就是如何使用这个磷霜二青甲呢 如果是生长的比较健壮的这个三角梅 我们使用的这个浓度呢 最好就是稀释1000倍 然后呢,喷洒这个三角梅的叶片就可以了 如果是灌根的话呢 它的吸收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我们就可以把浓度稍微调高一点 可以了,大概800倍左右就可以了 施肥的频率最好就是在7到15天 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最好就是使用喷叶的方式 因为喷叶的方式呢 它的吸收效果会更好 然后开的话呢,才会更多 所以啊,如果大家想给这个三角梅使用 磷霜二青甲就可以选择用这种方式来 给三角梅使用 第三点就是 我们应该什么时候给这个三角梅使用磷霜二青甲了 最好就是在它花期之前就开始给它使用 每一个星期啊,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等到它开始冒出花芽了 然后像要开花的时候呢 我们再停止施肥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三角梅使用磷霜二青甲的几个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